今天海苏来到了北温 我们来看一套新落成的房子 今天天气不错 大家可以看看 秋天的温哥华 现在 在变得五颜六色 这套房它位于一个坡子上面 我们从这里下去 这套房子 你好 老陈 这是你新家吗 不是 我帮朋友建的 这是你帮朋友建的 对 那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你是做工程吗 做工程 做所有的全过程 从拆房子到现在建 做全过程管理 能不能给我们建设这房子 还是很漂亮 这个房子是一个五千尺的一个独立屋 五千尺的独立屋 在一个北温的斜坡上面 然后 开始的 房子 旧房子非常小 很破旧 这是刚刚建成是吧 这刚刚建好 还没有交付了 还没有 在最后 在最后 最后的 最后的阶段 哦 这是谁来做这个 尤其人过来 我们让他们参观一下 这个是一个 哦 衣服金 这是衣柜 然后 弱掉箱 这是不是就是说那些 因为这里冬天 可能大家穿个外套出去 进来第一件事 就把外套放进去 对 这是靠近门口的 下面是鞋柜是吧 下面是鞋柜 这只是一个鞋架子 鞋架子啊 那这个房子设计是谁做的 这设计是一个白人的设计师做的 啊 请那位白人设计师 你请的 哦 自己请的 哦 自己请的 就是他可以 自己请设计师 也可以委托你找 也可以委托我来做 那你主要是管施工建设是吧 呃 整个过程 对 整个过程 对 这个这个角色应该在 在在 这边有没有专门的名字呢 啊 你准什么角色 就您这个角色啊 比如说 Project Manager啊 这样子的 License Builder License Builder 哦 就是有 执照的建商 你对这个房子质量 要承担责任的不 当然 多少年这个呀 呃 这个规范是有二五十的 B.C. Housing的 他们有一个Program 所有的新房子都是有两年 五年 十年 对建新建建筑的不同的部分进行这个 两五十 二五十 保修 哦 也是一种 E-Surance 这是车库 哦 这车库是我们看一眼的 车库 哦 这车库很漂亮 全部都喷过漆了啊 啊 对对 也有窗户 新房子都这样 新房子都这样 工能可以采光 对对对对对 今天海苏视频的主人翁 叫Karl成 他是温哥华著名的华人建商 也是海苏的朋友 今天呢 海苏一边参观他新完成的一个住宅工程 一边呢 请他给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在温哥华自建房 需要知道的一些小知识和小秘密 好 我们和Karl一起来欣赏他的最新作品 这个房子 它是几层啊 它是错层结构的 这是错层的 三层都是一个错层的建筑形式 那是真的在烧木材吗 呃 这是煤气的 烧煤气的 哦 这景色应该很漂亮 我们下去看看 哦 这是大厨房啊 现在是不是这边都流行双厨房啊 呃 对对对 很多华人的客人喜欢两个厨房 两个厨房 烧菜有点有点大 对 炒菜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 这是哦 这是中厨 对 哎呀 我们来说 建设一般时候也看过啊 这个最终的效果还是强太多了 做了这个装修之后 橱柜 这些灯具 你这里 你请的就是工人这些东西都你请的是吧 所有的分包商 分包商 承包商 啊 这个地方烧饭也很舒服 哈哈哈 一边看美景 一边这个做菜 那这个夜主也是华人了 对 是 是华人 他这个请你来做总包 没有请洋人啊 嗯 洋人 嗯 一个是洋人他的水平层次不齐 嗯 洋人建设现在在市场上呢 有一些洋人品质很高 但是他们收入非常非常贵 嗯 然后有还有一些洋人呢 其实并不专业 他们只是一个洋人的面孔 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并不细 这个山坡上的景色是真好啊 对 这房子也非常高哎 呃 这个位置是特别设计的12尺到C点 12尺 相当于4米了啊 对 对 这局部是特别高的 嗯 这肯定是自己建房子的优点了 对 这个可以自己选择和设计师讨论 然后我们这个呃 建筑设计师做完之后 室内设计师他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想法跟他沟通的 尤其是我们就作为builder 你会跟他沟通很多细节内容 呃 就是说您这个帮人建房子的话 等于说这个所有的工程方面事情 对吧 就是你全包了 你的安排 所以就是说屋主如果想自己在温哥华盖房 那么其实他找个像您这样的有执照的builder 他其实就根本不需要自己在懂任何这个工程技术方面的事情 对 他们不需要 他们只要有对技术要求 我们就帮他们进行 那你这个 你找施工队这些的话 要 最终就是说找谁不找谁多少价钱 这个是你说的算还是要跟屋主商量决定的 小的小的工程我就决定了 费用高一点的分包呢 我会跟屋主商量 我会跟屋主商量 跟屋主商量 就是屋主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控制权 然后他们也会提高自己的党次啊 或者选拥方向西 他可以都可以做决定 那挺好的 最终还是他们决定 因为我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想法 那这个费用的预算是怎么做呢 比如这个房子要多少钱 干下来 做完建筑设计图纸之后 我会做一个预算 然后我教育的之前会跟他们沟通这个分序的标准 我听说现在温哥华 这个很多这个建筑工程都超预算超得很厉害 对那就是他们预算做的不够不够好 不够好 就是预算做的过程中和预算执行过程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您怎么确保这个 我们确保这个预算能准确呢 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是分项部预算做的比较细 第二个呢就是说经过多个项目之后 我这个经验数据就非常多了 所以每一项分高大概多少费用 我这边是非常清楚的 除了分高商自己的分项之外 还有一些配合的一些项目 你在预算里面也必须扛进去 那么这样子你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保证这个执行的过程中不会有偏差 不会有漏线 那这个很难了 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在这里找洋人公司做的 那都能够超过百分之三四十了 那那就是他们没有考虑项目所有内容 那考虑项目 洋人公司专门做预算的 这些公司做出来的东西和现场执行的是不太一样 是吧 对于有一些公司他们做商业项目 他们的预算的做法不同 我等于他们是找这个预算的公司 这是主人房吗 这不是 这还不是 这是客房 楼下这个是主人房是吧 刚才这个看过是主人房 这配置都挺高的 灯都很漂亮 它上面加了点石子 这样子高温的是阳光晒着 都可以对防水层的保护 这样也好看 那屋顶上也有这样子 屋顶上是写的 是写的 对它是写的 这个是写的 做一个保护 那这个 可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你自己的报价是什么 就是像这个房子 它总共最后造价用了多少钱 方便透露吗 这个房子180万 180万 这是包含了所有的费用 包含所有的费用 税费和还有管理费用 还有政府收取的 工程师和部位收取的费用 就所有的费用 全都喊 那如果一个业主 他想自己盖个房子的话 他比如跟你联系之后 你会怎么帮他算这个预算呢 我们这样就是 根据他这个地块的面积 然后 我们边走边看 政府允许可见的面积 和他们要确定的这个建筑 这个标准 我会给他们 估一个大致的总数 那么 大家 确定这个合作关系之后呢 我会配合他们 报屁图纸 好 这个影史 这个影史 那报屁图纸的时候 我会拿这个建筑 报屁图的 那个图纸 我会计算一个预算出来 大概两个星期时间 算这个预算 那么这个预算就相对会准一些 那么做完这个预算之后呢 我会按照这个预算的工程款 我是计算出一个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的管理费用 那么管理费用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签订这个 委托合同 那么 这个管理费用呢 我就把它锁定 就是 以后他们如果是升级里面的电器 升级里面的栏杆 这个标准 他们在进入过程中 提高标准和降低标准呢 这个管理费用就锁定不动了 哦就是说你的预算一旦做出来 即便实际造价增加了 你的管理费用也不会增加 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 避免呢 为了多收管理费额 把这个造价往上走 避免了 建商多收管理费 什么东西都选好的 选高档的 这样就容易控制这个总的 这个就非常好 这样对于屋主来说 他们就 就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底线 这个保障呢 保障 因为你可能报价的时候 预算做低一点 管理费显得很低 我不会去为了这个 多收管理费 把所有的工程做得很高端 或者是最后超过预算 对这个预算和决算 据说在温哥华现在这个差异很大 是因为有很多建商 他们可能只是报一个 就是工程的费用单价在里面 当你真正执行的过程中 他们税费又不包 然后管理费用不含在里面 Soft cost也不含在里面 政府收的也不含在里面 最后你发现 最后做事单价其实比他报价高出很多很多 对 这是很多华人朋友都在跟我讲这个事情 说他们有的这个老房子改造 甚至比新房子推倒成盖 价格还高 这个房间是 这个是车间吗 这是mechanical room 加上机房嘛 机房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吸尘机的 这个是吸尘的主机 哦 那他换那个灰尘怎么换呢 这个下面有个tack 下面的tack 哦 这样做一点 有意思 这是地下室了啊 这是地下室 这个是从这进去吗 这是出租单位 出租单位 哦 等于是两套房 对 这一套是 这单独一个出入口 那温哥华别墅的一个特点 楼上一套楼下一套 他有独立的出入口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这个入口 所以呢 很多朋友刚来温哥华的时候租房子 可能租的就是 像一个独立的地下室 但其实的话呢 他也是有窗户的 有自己独立的门的 办地下室 对 真正的纯地下室不多 基本都办地下室 没有房间的窗户 自己独立的厨房 跟这个主人 他这个生活趋势完全隔开的 哦 这个档次也很高啊 这是个卧室吗 这是个卧室 这是个卧室 哦 这是个卧室 这个房间原来刚好也很好 是的 那里还有一个小房间 嗯 他这个取暖是 这个取暖都是低热 低热 哦 越电梯 哦 嗯 嗯 这两张床过来 嗯 嗯 这工程搞多久啊 嗯 两年两个月 两年两个月 这是不是受疫情影响 有疫情有影响 中间尤其有一年的时间是 每一个时期只能一组队伍在给他做事情 哦 对 他们不愿意有其他的风光 同时在这个空间里来做 所以这个影响我们 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两年两个月 那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多少时间呢 如果是平地的话 一年半 一年半 开增后 如果是卖了作为投资呢 可能可以更快 就有很多finish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决定 那这个室外这个原意也是你负责的吗 也是 哦 啊 你的草长得很漂亮 新的草长得很茂盛 哦 这是 最近刚破上去的 过了一个多月了 啊 一个多月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房子啊 出场室 那像编上这些fence 木墙也是你做的吗 新做的 对 这个跟邻居分担费用吗 呃 对 有一部分是跟邻居分担的费用 有一些是完全我们这边承担的 我上次来的时候听你说这边 龚哥华这边的建筑标准 比美国那边高很多啊 我觉得是环保标准 尤其是节能方面的标准 包括这个房屋这个 船 这个 这个外墙和这个股价之间的这个通风系统 对 他他这个系统 Winscreen系统是温哥华这个或者西海岸特有的 特有的 美国有吗 美国像西雅图他们没有强制要求 所以那边是不是房子为什么便宜 他们的造价比这里便宜一些 造价比这便宜一些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景色啊 这就是为什么住在山地的原因啊 北温和西温就是有山地啊 这个屋主很幸福啊 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入住 那您除了做这种大豪宅的话 还做其他的项目 我们还做一些大的装修和改造项目 还有温哥华的Lingway House后项屋 就是有很多把原来的车库把它拆了 之后建成一个可以可以住人的一个小 哦 还是自己的这个section里面的 是自己的地块里面的 地块里面 对对 但是就多了一个出租的单位 行 如果你要找人帮你在温哥华地区盖房 可以联系Karen 谢谢 你你负责区是指是包括大温地区是吧 大温地区 大温地区 那就包括这个像内志文啊 树里啊 树里 巴那比 啊 高贵林 高贵林 好的 希望大家我的观众朋友 每人都有一套这样的心仪的这个住宅啊 嗯 你这个收费好像 我看别人公司便宜不少啊 对 我们这个是比较良心的 有百分之七是吧 百分之七 那十八万的话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那七的 十万多一点点 十万多七八五十六十二万 那你干两年一年才六万块钱 对啊对啊 各个公司他们的收费的标准不太一样 嗯 那你这也是良心见商 哈哈哈 我怎么这么暗啊 昨天晚上 我调暗了是吧 我刚才跟我说是这个房子难点不是室内是吧 这个室内不是不是难点 主要是室外 在斜坡上面这个 颈观设计的塑像设计 比如说标高的设计是 哦 要从上往下设计 对 还有他这个整个颈观的布局 怎么什么地方设这个挡土墙 然后各个楼梯 接链接街提了位置 多少级那个平台 放在那个位置 然后他各个 砖的这个 尺寸 怎么做的精确 精致的这个效果 其实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你们这一块 哎哟 这一块 就这一块 这一块还是这个弧线的 是吧 是 这是弧线 这个据你上次跟我介绍 好像也飞了很多力气 这个也是很常规 结构上也倒不是难的 是指它那个表面是吧 表面不够光滑是吧 不够光滑 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做 Polish Finishing 最后再做是打磨 水泥墙进去打磨 效果还不错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挡土墙 我记得你上次还跟我讲的时候 好像当时 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木头变形是吧 因为对 模板下雨 下雨 等着很长时间 最后雨至雨突变猛 所以就会导致它有一点不平 导致木板变形了 现在好像已经全被你打得很光滑了 所以作为室外的话 这样的光滑程度就非常好 对 一点毛糙的感觉都没有 现在看这房子真的 屋顶和地面齐平 比边上的高了一截 它就像这种高叉的处理 矮墙的设置 在你做坡道之前 你就预先计算的非常准确 这用的是地砖 这就是最常见的 温泽化最常见的配備 那它会不会长草 如果不打理的话 它这个缝里面时间长了会长草 我以前在新西兰的时候 这个缝里面 每年夏天都要跟缝里的这些杂草进行斗争 还有你可以用一种胶沙 含胶的一种沙填的缝 就是那种含水泥的沙子不 含胶 含胶啊 它就是含胶 那么你上去之后 它就不 因为这个沙不会流失 那么植物或者草的种子 它也不容易在里面发芽 长不起来 总之维护这么一套大宅子 不是建完就了事的 对 一个房子要有很好的维护 是的 才能做出这种档次感 品质感 这背后是有大量的默默付出的 要自己一直要维护它 嗯 你们不提供维护服务啊 对 运气的维修啊 运气的整理啊 你们提供这些服务吗 我们有好的合作伙伴 他们都有提供 我们知道什么人比较靠谱 对对对 找到靠谱的人成功就一大 就够伤了 收备合理的这些 有些做清洁的人 做gater的人 然后每一个分包商他们定期 叫他们回来再检查一下设备 那这个Butter是什么概念 它是一个安保公司的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由Butter 公司提供的安保 它们有导安台 安保 它是自动会报警是吧 对人不在了 对如果你在一定时间内 不解除这个Alarm的话 这个安保台就会知道了 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给屋主 确认你们这里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 是锅炉吗 那个是电箱 电箱 这是四百安培的一个供电的电箱 它后面那个烟囱是从地下出来的 那不是烟囱 这是它的一个柱子 这个柱子 固定这个电箱的柱子 相当于电线杆的作用 我看着它像是这个 我们做了一个铁的盖子 防止这个上面水一只腐蚀这个柱头 会减缓它的这个腐烂 对对对对 很用心啊 虽然这个是一个吹体的 就已经进过防腐处理的这个电线杆 但是你加了这个盖子会好很多 对对对 我都看成一个烟囱了 我还以为是是锅炉呢 那你锅炉又在楼下对吧 那锅炉应该也是有排气孔的 排气管的 锅炉有一个新峰一个排风 新峰是从屋顶进入的